OK外觀其實還蠻帥氣的喔 路上的這個什麼 越野車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他的護具啊 護具 有 類似像應該是撞不壞吧 還有裝甲板 裝甲板有中型的輕型的 沒有裝甲板 其實造型不太一樣 我個人是選中型裝甲板 煞車系統 車體呢是有 複色調的迷彩尾裝網 網子應該其實 我給他看一下配置好了啊 這引擎我是用最好的 那這個喇叭我就不改他 車燈呢有這個 原廠的車燈啊 跟這個三氣車燈 那塗裝就是有這些可以選擇 其實 這四台車的塗裝啊改裝方法都差不多 那我覺得唯一差別就是他的武器吧 你直接看武器 他有感應式地雷 然後看他噴氣 複色調換一下好了 複色調換是換在這個網子 複色調 複色調OK 他那個剛才也可以可以換 除色調跟複色調 所以他連網子也可以換顏色 這個炫吊系統 可以壓比較低啊 變速箱 加速 那我看一下這個武器好了武器有這個 40公里的 榴彈發射器 應該是前面這把機槍給換掉 然後他可以換成火神機槍 換成火神機槍應該是幾乎是無敵吧 可是他只有前面45度角可以掃射 那車輪的部分呢看一下有什麼 這個 這個就自己改啦 是強化胎 燒胎煙霧 跟 那個跑車那些 改的方法其實差不多啦 就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去試乘一下這個性能好了 改完之後他的速度真的很快 就是比之前的快 後面還在噴火 我來試一下這個機槍的位置 看一下 他前面 拿到機槍之後 他是可以這樣掃射前面的半徑 把他轉到 太過來的話他就 沒辦法掃射 他如果點點出現白色就可以掃射 而且他也沒有子彈限制 他不用一直換彈匣 他可以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子彈是無敵的嘛 沒有換回去了 等一下去換另外一台車來改一下 一下 你 贏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